早安你好,我是谢碧莲 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长春养生密码的内容呢 就是跟大家息息相关 药酸背痛的问题 常常有人在问说 怎么一早醒来我又药酸背痛了咧 奇怪,我昨天没睡好吗 这什么问题呢 我们今天就要为您解答 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 物理治疗学会理事长 简文仁简理事长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理事长欢迎您 嗨,别点早 各位台湿的观众朋友待着早 理事长,我们今天要问的就是 药酸背痛的问题哦 为什么一早醒来 还在药酸背痛 究竟什么问题啊 对啊,当然有一些人是 因为前一天太累了 虽然说啊,睡熟了 但第二天醒来 他是哦,腰酸背痛 这是一种现象 另一种现象是 退化性关节炎的前兆 很多人说 早上睡醒了 早上一醒来的时候 就这里僵硬那里 僵硬这里酸酸酸酸酸 我们说哦,这个可能是 退化性关节炎 已经早上你了 这是退化性关节炎 尤其是现在秋冬 气候变化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现象更明显 很多人说 啊,在被窝里面梭梭 然后睡觉的时候梭着睡 然后一醒来说 哦,这里酸酸酸酸酸 所以我们建议说 在这种气候转变 比较多的时候 你更需要说 早上起来 这个动一动 稍微伸展一下你的筋骨 润滑一下你的关节 才比较不会酸痛 所以动很重要 对不对 没错 就是因为姿势不正确 然后没有动 然后才会这样子 恶性循环下去 所以我都介绍大家 運動自酸痛 我们很多酸痛问题 要运动来解决 你不要说吃药也是伤脑筋 很多人变成说 我吃药一天到晚吃也不喜欢 但是痛就是存在 我们说你只要动一动 我们都有这种经验 像伸哪样伸一伸 就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一样的道理 那现在呢 这个时候也许大家在看电视的话 也就不用坐着看 握在那边坐着看 很浪费 时间浪费掉 我们可以站起来做一点运动 比如说 我这样站着的话 各位观众朋友一起来 所以有一个动作简单 就是泰山猛男 然后学跳舞 所以很好记 泰山就是这个一个扩胸动作 这个打开来扩胸 然后手指头粘开来 这是一个三字形 然后这整个上半身挺起来 以后你的脊椎有点挺 然后猛男是刚好握拳头又缩进来 然后你的脊椎往后 然后另外手握紧 整个上半身用力 这是一个肌肉强力收缩 这个泰山猛男 你就动到整个上半身 学跳舞呢 就是手指翘起来 然后用力往前推 推得越前面越好 你们觉得这个手有点麻麻的 但手要伸直哦 手伸直来做的时候 你会动到肩膀 肩胛骨 胸椎腰椎 所以这是一个上半身全部动到的 泰山猛男 学跳舞 做这个差距性越大越好 手要伸直就是了 那我们下半身也有啊 我们下半身就叫步步高升灾性越 我们这个原地踏步 就叫步步高升 这个是握拳抓拳握拳抓拳 然后叫灾心灾越 然后步步高升 只要你这样看电视的时候 你边看电视 就可以边做运动 你可以一动一动 这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 你会觉得 很快就 哦 好累哦 会有这个感觉出来 全身也有起来 那当然很多年纪大的人说 不行啊 我这会跌倒 那我们可以坐着做运动 尤其我们很多运动呢 我们可以坐着坐 坐着坐 我们可以原地踏步 前生我在一个养护中心 一群老人家 大家一起跑步 跑得好愉快啊 说我好久没跑步了 哦 跑跑跑 他跑得很愉快 这一次做一下子的运动 也可以做上肢运动 这样冬天的话 这样冬一冬就 全身都热起来了 那当然有时候 你不方便这样跑的话 其实你可以做一个简单 打开 膝盖打开运动 下面打开运动 也可以这样子 做一些运动 很简单啊 这些 换句话 希望大家养成一个动的习惯 你平常呢 手动一动 脚动一动 身体动一动 有动 就有好处 对 如果您现在呢 也坐在电视机前面的话呢 不妨您趁着广告时间的时候 你就照着理事长 刚刚的建议来动一动 也希望带给您一整天的活力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谢谢理事长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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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